画面中可以看到熊熊大火不断燃烧 火蛇夹带浓烟快速向外窜 消防人员货报到场 紧急灌旧 13号凌晨2点多台中清水 一间气修厂发生火警 火势一发不可收拾 整间厂房陷入火害 更烧毁了里头的三辆汽车 屋内三名人员在睡梦中 突然发现不对劲 马上跑出屋外顺利逃生 但来听现场访问 我女儿在睡觉嘛 我常常睡一会儿就有了 由于汽车厂内有许多易燃物 火势相当猛烈 而地点更临近住宅区 消防人员不敢大意 快速扑灭没有人员伤亡 只是详细的起火原因 还有待进一步调查离清